好 繼上個禮拜交通部附屬機關首長接連丟關之後 各單位人人自圍 怕所謂的中槍 和民眾息息相關的台鐵現在更是皮皮剉 而面對外界質疑 春節東線車票一票難求 台鐵不僅在家開了加班車 開賣日呢 還特別邀請律師見證訂票 就怕再有閃失惹明月 官位不保 而這與民眾接觸的第一線 如果呢 這個各自上井八條 也掀起了一場所謂的官位保衛戰 告訴你